大家好,我是布言,今天我们说一下这种有名的芳草植物,这个薄荷特别常见的一种植物,纹纹特别清脑提神,而且掐了叶子还可以泡茶喝 今天我们说的是,如何让一颗薄荷迅速爆盆成为一大盆的 如果有一颗薄荷想让它迅速爆盆的话,可以给它横拉,就像横拉月季一样,把它压在花盆中 这样它每个芽点都可以以各自为主蓬勃往上发展,一盆很快就会爆成一大盆了 一部会逐渐的长出根系 在家庭中盆栽薄荷,不易让它长得太高,不然的话它容易倒伏,而且猪形不好看 所以可以经常的给它修剪打顶,给它掐掉一个芽,它就会还你三四个的芽点 这样很快就会养成一大盆的薄荷 这时候养薄荷呢,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,或者放在半阴的环境中都可以 千万不要缺少光照,不然的话它的静节会拉长,容易出现土长的状态 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,就是养薄荷千万不要缺水啊 薄荷这么多的叶片长得这么快,水分要及时的补充 表面干了,要赶紧的给它浇入水,并且经常的修剪打顶 这个薄荷呢,很快就会长成一大盆了 有些朋友觉得说薄荷可以驱蚊 不过这个效果不是太大,有时候蚊子还会藏在薄荷的背后呢 好了,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薄荷